大批員警拿著搜索票 走進辦公室 因為這間掛著旅行社招牌 其實根本是幌子 詐騙金額高達五千多萬元 大區域都檢查 就要看我們這種東西 怎麼看 你的筆電裡面 有沒有跟 你不要再關好 你去電音機 你一樣都用電音機 聽見關鍵字標案 沒錯 他們就是這樣騙人的 員警團團包圍 通通別想逃 每一處仔細搜索 詐騙集團創立 旅行社只要台灣選手要出國 政府有標案 通通假裝是自己得標 匡稱只要投資 就能獲利百分之九到十 其中一名零性股東 曾經在做保險 假意推好康 專騙以前客戶 總共三人落入圈套 前後各投資一千到兩千多萬元 但將近兩年都沒拿到獲利 被害人開始起疑 詐騙集團繼續話術 推脫在走程式 政府還沒付錢 直到被害人上網查 才發現自己落入全套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 劉姓祖賢 其實在這之前 他就有經營旅行社 利用同樣方式騙人 遭到被害人提告倒閉 沒想到他還是學不乖 查扣流行等人名下車輛 房產存款及多筆保單等價值超過 新台幣兩千餘萬 犯險於先前所經營的旅行社 疑似也是因為捲入詐欺案件 保證今朝執行扣押注後 然後相關的證件 遭觀光署來撤銷 所以他再請人頭來再成立一家新的旅行社 同地址換名字繼續騙 不斷把別人辛苦錢搜刮走 當然不能輕易放過 TBS新聞原日神六龍青年 身份新北桃園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